明道中学创校至今已54年 毕业校友已达15万多人 而中学多彩多姿生活是每个明道人共同的美好回忆 于2013年时校友史蒂安在班网上提出制服日构想 并提议在1月3日4日两天举办 当时他们想要做就要做得很盛大 要带起蓝色旋风 透过脸书号召全球各地校友穿上明道制服 汪大九校长与时任校友会理事长卢玉娟全力响应支持 并订定每年1月3日至1月4日为全球明道制服日 列为学校与校友会年度重点活动 每年都吸引全球各地校友踊跃参加 今年更是制服日十周年 全球的明道人新年快乐 我是夏尔惠秘书长世成 今天特别高兴来跟大家预告 一年一度的全球明道制服日来临咯 今天特别高兴来跟大家预告 全球的明道人新年快乐 2024年的全球明道制服日 从12月26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4号 欢迎所有的明道人 不管你是校友、家长、师长 亦或是在校生 都欢迎你一起上传 有关于明道制服 或者有关于明道意向的照片 一起来参与此次的活动 明道制服日从2013年开始 由史迪安校友发起 2014年开始 由学校与校友会共同来办理 今年已经摆入十周年 2024年的全球明道制服日 设有三个奖项 包括大家熟悉的人气奖 以及莫财奖 都有非常丰富的礼品要送给大家 另外今年新设了百工百业奖 欢迎全球的明道人一起说出 我是明道人 我爱明道 另外为了庆祝十周年 校友会在FB跟IG都有推出 加码抽的活动 欢迎所有的明道人一起来参加 所有的这些活动资讯 欢迎大家上校友会的FB 或者IG来关注 最后欢迎大家一起参与 2024全球明道制服日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